我告訴妳以前肉毒 問我最清楚 而且要整臉 就是一瓶要全部打完 那妳知道嗎 醫生就把我全部打完之後 隔兩天 我的眉毛已經在我的 太陽瀉了 太陽瀉了 就這樣很高 就一直很驚訝就對了 一直都在驚恐 驚嚇當中 那要怎麼辦 我要錄影啊 要拍戲啊 那要隔載戲了 我告訴妳 我只好用那個 刮眉毛的 剃眉毛的眉刀 把我的這個眉峰 後面的眉毛全剃掉 眉刀剝不掉 然後就用畫的 用畫的去修正 妳知道那個時候 我每天 一類洗面 怎麼會 怎麼會這麼的慘 妳知道那個揮護機 那以前又不可以像 以前又沒有像現在可以解掉 以前 還可以解掉 對 以前就是 沒有辦法 現在是妳打完之後 好像可以解 太多了就可以 可以把妳打一些針解掉 把那些妳打太多的解掉 以前沒有 肉毒可以解掉嗎 還是不能 還是玻尿酸 是玻尿酸 玻尿酸對不對 對 連解的東西都搞錯了 我告訴妳 我要講的 接下來就是這個解不掉的 因為我有咀嚼肌 我的咀嚼肌 我就是以前就固定咬這邊 這邊就擦一擦 有這邊的那那 然後就兩邊不太一樣 而且呢 就整個臉是歪歪的不協調 我就打了咀嚼肌 所以打了之後 是啊 怎麼了 完了 我的法令紋變到這裡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它這邊變小之後 肉就擠到前面 可是別人打不會喔 但是我就是這樣子 就打完之後就變這樣 然後這法令紋就 這樣整個掉下來 然後眼睛是這樣 很淒慘啊 然後我就想說 我可能不適合打咀嚼肌 這件事情 妳本身臉就很小 妳不用再去打這一塊啊 真的嗎 對啊 而且妳鼻子弄出來以後 整個五官是很立體 啊 夠漂亮啦 不要再用了啦 真的 我靠臉吃散咧 我懂我懂 我懂沒有叫我快人 妳講真心話 講真的啦 我講得很 很像十八歲的小妹妹 一步 一步有 一步有 對 一步漂亮 妳真的有覺得姐姐漂亮嗎 喔 一步 一步喔 看起來幾歲 看起來幾歲 看起來幾歲喔 沒關係妳講 三 四 一 三十五 哇 妳很會做人耶 哈哈 妳等一下吃什麼 我等一下吃什麼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